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为了去 为了来看这个升旗 然后我们是12点多吃了火锅 吃完火锅 然后就是马不平提地赶到这里来看我们的升旗 就当时其实 其实前面几个小时等待的过程 就是还是挺枯燥的 然后当时升旗的那一瞬间就真的觉得 大家都一起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歌 就当时真的就是 已经就是热泪盈眶了那种感觉 就真的 而且是第一次的经历嘛 就真的很不一样 很特别 其实让孩子和我们一家吧 在这个广场上的话 有中国人来参加我们的升旗仪式呢 以前在电视上看 现在是身临其境 虽然说是这个 等的时间有点长 可能是参加的时间短些 但这个这个时刻的话 能给孩子可能得下更多的回忆和一个教育意义吧 我们是特种兵打学生 利用元代的假期来游玩北京 看这个第一天 2024年的第一天升旗仪式 非常的激动 一开始呢 有点疲惫 但是看到升旗的那一刻 真的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了 今天五点多起了床来的 特别是在升旗仪那一刻 就所有的疲惫全都没有了 然后只有激动和热血